我們真正實質的討論很多政策議題 也告訴市民的朋友們 對於未來氣候變遷的議題 還有氣候行動治理方案 破壞的願景 那我想負面選舉 曾中談到他在抱怨 我覺得民進黨才是負面選舉的始作俑者 我們看到他們透過媒體去攻擊 張善政、高鴻安 甚至不惜最近更講出說 連補過席、唸北一女都可以造謠 這不是負面選舉 什麼是負面選舉 我認為陳時中也是共犯集團的一份子 其實他最沒有資格來抱怨負面選舉 委員怎麼看 目前民調支持度最新的民調最高 但最近有一個民調說 用心解決疫情 陳時中確實第一名 你會認同這樣嗎 市民朋友感受最深刻 我想至少從客觀指標 我們看到彭博社 他們最新防疫任性全球的排名 台灣是在倒數第二 贏過俄羅斯 所以陳時中離開主委官的崗位 留給世界人 台灣的防疫排名 就是倒數第二 那市民的感受 我想大家非常清楚 在防疫過程 是誰開放了三加十一 是誰說萬華是破口 是誰阻擋民間採購疫苗 是誰去護航高端 是誰把疫苗採購合約封城30年 清清楚楚就是陳時中 委員昨天有提到那個 深蹲 可以看到 蔣灣把握廉價造勢也再度提到了 民進黨才是負面選舉的始作俑者 就黑了